哈喽 大家好 以广大网友的要求 这里我们详细讲解一下万能表的使用方法 如何正确的使用万能表 这是我们学习家电维修 必备的一个技术要领 那么万能表我们分为指针式万能表和数字式万能表 万能表的结构以及它的原理 在我们的教科书19页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就不一一再追溯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机械式万能表 它的构造上面就是一个数字表盘 就是读数的地方 在下面呢有一个旋转盘 这个旋转盘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功能档位 其中上面有欧摩电阻档 这一排 这个是风鸣奥机管档 这个是直流电流档 这个是直流电压档 上面红色的这个档位 就是交流电压档 这个就是旋转调节清零的 校正旋钮 这个座子是测试三机管 放大被细数的测试座 那么这里就是表头表皮的正极 COM就是负极黑色表皮 首先我们把红表皮插在正极端 黑表皮插在负极端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测试了 首先我们要对万能表进行清零 所为清零就是两个表针进行短路 那么我们看 这里呢就可以进行调节 进行调节这个按钮 看指针达到零的位置 这就基本上我们已经较连了 这就是基本的测试思路 好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测试导线的通一段 我们打到封名档 这就是封名档 两个表针直接测试 这个代测的导线 那我们要测交流电压档 比如我们要测220V 需要打这个表盘 达到250V 这个交流电压档 然后呢我们直接插入 代测的这个电压 我们看200毫升5V 这就是交流电压 那么还有很多测试功能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一的对应 进行检测 如何巧妙的使用这个功能 快速的为我们维修服务 我们在实践当中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提高 成真掌握一些技巧 方法 这是相当有用的一个工具 好 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 收藏 转发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